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这就是街舞舞,热血来袭 王一博亲情加入 网友,开始期待了 这就是街舞舞的人气依然爆棚 除前四季好口碑的支持以外 也是有栏目组的恰当宣传策划 首先是这就是街舞越南版的开播 这被称为是海外的一次大选拔赛 前四季不缺东南亚的舞者前去参加比赛 缅甸的子龙,甘包孙悟空 越南地区POP都给大伙留下了深入的印象 越南版完毕大神团立即免考来中国 导演组几回注重这也是将要在这就是街舞舞现身的舞者 更有游卡 POP&C,别比给这样合乎年纪的高手驻战 街舞舞真的来了 而且还是愈来愈近 世界各国新一代的交锋 用心追街舞的粉丝不会太难发掘 这街三和这街四很多的舞者全是老面孔 更有小红书这类固执四季的青少年 这一季把门槛限定在了三十岁 那便是妥妥的要给新一代的实力呈现机遇 要不然一直看同一批人确实有一些看厌的觉得 谁可以确保不容易有像第三季的小潮一样 不断涌现一些潜力股呢 当然 新人还需救人福 导演组也不能全放着新人来 电视剧收视率才算是最关键的事 也分配了Aki San这类大部兵团来助推 见到趋势错误赶快更改对策 值得一提的是 2022年Tioca与梅尔也会来参加比赛 全是顶级高手 有的看了 这就是街舞等了四季 总算也需要迈入第一个女队长 针对请谁来 确实是一个难以选择的难题 有能力的没流量 有数据流量的没实力 许多网民立即发话 要不然就请Lisa吧 终究也是有参与国内综艺的工作经验 可是最后导演组选择了刘雨昕 街舞师从与武家武林梦 参加过武林争霸 这就是街舞 蒙面舞王等诸多街舞赛事 算得上是武林丰富多彩的明星 全新升级的街道社区舞美设计 从诸多参与拍摄的舞者视频曝光出去的舞台设计看来 2022年的道路又升级版 将搭建两个平行时空 即传统式街道社区和未来的世界 传统式街道社区就不要说了 身后的街舞气氛是大伙一贯向往的生活 而最新的未来的世界 便是浓浓的高新科技未来感了 在每一年的街舞综艺节目中 除开比赛规则的更改 那便是演出舞台舞美设计的更新 总之就是一年比一年要更好看 国风与街舞的结合 电影导演陆伟是个懂事的人 看起来街舞文化艺术的沟通交流 其实也是中华文化的散播 从选拔赛著作 到每一年的小构成队 出题民族舞蹈都是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添加 以黄霄 马小龙为意味着的Hello Dance 给大家增添了好几个精彩分成著作 汉宫秋月 狭影单踪迄今全是遥遥领先的传统 乃至发声海外舞者积极用中国音乐来表达自己 步步的金蛇狂舞跳出来了过节的欢庆 Poppensy的天涯之女都是很有特点 2022年毫无疑问免不了这一阶段 或许也是国外舞者首先跳中国风的民族舞蹈 就等着一下吧 王一博热度密码舞技综艺节目12个大队长 王一博和韩庚是为二待了三季的元老级 韩庚扛起的是情节 而王一博彻底是总流量密码了 多少人因为他认识了大半个街舞圈的舞者 四肢便是经济收益了 说句开玩笑的话 其他综艺节目必须靠大牌明星招商合作 而这就是街舞的七个广告商 有五个是王一博的品牌代言 这简直就是代资进组 而且还是抢着进驻 当然王一博自身民族舞蹈的能力都是不容置疑的 作为韩国男团出生的他 HIP HOP Locky POPPY House都拿得出手 期待街舞舞的精彩表现 很多网友也是纷纷期待 节目开播